许多时候看见别人的故事也能让我们产生勇气 画面中这名男子叫做张胜祥 他40岁不到就因为车祸瘫痪坐在轮椅上 但是现在的他不但能够照顾自己 他还能赚钱养家 甚至于每一天抽空在高中的夜间部进修 回想起自己重度瘫痪的那段岁月 他只能够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但是他不认命不服输 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这么毁了 在亲朋好友还有慈悸志工不间断的鼓励之下 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勇气 自己从床上起身坐到轮椅 张胜祥都能独立完成 手能动翻身干什么都没有办法 对啊 都躺在床上了 志工当时来访 见到的是对未来绝望的他 以前他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是眼神带着 他的人生都觉得没希望 但家人的支持和志工的鼓励陪伴 却默默影响他 师姑就是一直鼓励我说 要走出去 日子还长嘛 如果不走出去 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 他叫轮流 他轮流 两年前他到桃园 脊髓损伤中心学习生活自理 还重新当起学生 就读高中夜间部 我鼓励他申请新雅奖学金 用奖学金来鼓励他 有没有信心 有 但是现在看到他我就说两个是重生 就包括他的家庭 也是重新来过的一个家庭 现在是圆满了 现在也找到工作了 能分担家里的经济 这好很多了 以前变成了人 赶紧 要继续看别人 我很感谢他说他愿意改变 自己走出走出来 不然其实我对未来也是很渺茫 重新学习开车 十多公斤的轮椅 双手一拿就能搬上车 手握方向盘 张胜强用毅力和勇气 再次掌握自己人身的方向 大爱新闻杨俊廷江丽君 台中报导